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我希望是按着键盘上的123-1来触发1号技能 然后它能够让人物往前面动一下手 然后在手的部分来释放出引火虫 这个不是一个攻击性 这个技能的作用就是点亮空间 我们可以先把人物放在我们房子里面去 因为我需要一个黑的空间 我们把人物放到这一个房子里面 先放这里就OK了 好如何来实现这个呢 我们老规矩编辑项目设置 然后输入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新添加一个操作映射 我称它为什么呢 我称它为这个skill技能 skill01 skill01 虽然我们可以释放引火虫 但是我不称它为释放引火虫 我把它称为技能1 因为我们的1234可以分配各种不同的技能 对不对 然后它的键盘1号键 1号键可以来释放 好然后再看准备动画 先准备一个动画 刚刚说 当我们人物触发呢 是往前面伸一下手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个我们虚幻游戏包里面 learning key games assets correctors correct 里面有一个animation 在这个里面有一些动画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找一个动画 看看哪一个来合适 那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这个 interactor click 它的动作呢 就是往前面推一下手 往前面推一下手 不过呢 现在这个动画是绑定在这个小1身上 如何绑定到我们的主角身上呢 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有讲过了 点右键 重定向动画之禅 然后并且将选择我们的orient 我们这个人物 然后再把名字换一下 把epic corrector 换成orient 换成我们的orient 然后保存在我们 orient corrector 主角底下的 我们主角底下的animation里面 好 这个是之前我们有讲过 重定向这一个动画 重定向过去以后 我们的主角 就有了这一个动画了 我们找一找 在哪里呢 在这个 在这里 好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星号 这个星号呢 表示没有保存 我们呢 再点下这个文件 按下control加s 可以对它进行保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南图里面 就会出现 就会自动出现 这个地方来选择动画 就会出现刚刚那个interactor click 用这个来释放魔法 用这个来释放魔法 用这个释放魔法 但是如何来用呢 我们需要来修改这一个动画南图 但是修改动画南图之前 我们先把这一个引火虫的例子给做好 看一下怎么来做这个例子 非常好 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